美国国会前议员加拉格尔 近年来出于一己私利和对华偏见 在奢华问题上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干扰破坏中美关系 严重损害中方利益和中美两国共同利益 性质和影响都十分恶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中方决定对加拉格尔采取反制措施 包括禁止其本人入境 冻结其在华财产 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 与其本人进行有关交易 合作等活动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名 试图胁迫七国集团成员 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助澜射线 这实际上是要组建一个保护主义同盟 与开放共赢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不仅将损害相关国家消费者福利 也将对全球绿色转型造成干扰和破坏 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都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应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具体经贸问题 我们注意到欧方的相关表态 希望欧方恪守支持自由贸易 反对保护主义的承诺 同中方一道 维护好中欧经贸好作大局 新年来中国和梵蒂冈保持接触 就双边关系和国际热点问题深入沟通 不断增进了解与互信 我们愿同梵芳共同努力 推动中梵关系不断改善 无论是中非之间就妥善管控南海局势达成的君子协定 内部谅解还是新模式 时间线都清晰明确 事实板上钉钉 证据确凿无疑 谁也抵赖不了 非方将有关当事人解职 恰恰说明中非曾就管控人海交局势 达成过共识 非方出尔反尔倒打一耙 恰恰证明 其在人要交问题上 心虚了 胆怯了